以上的这些素材都是由这台富士RX-S10拍摄的 带着这台相机拍了一晚上 我回家打开照片一看 我惊了 第一次机身防抖的拍摄体验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 从此刷新了我对快门速度的概念 在城市行者的系列课程当中 我也一直在强调安全快门的重要性 为了让照片不虚每一次按下快门 大脑神经都是紧绷的状态 时刻关注快门速度的变化 在有了富士RX-S10这剂良药之后 让我在这次拍摄的过程当中真正的轻松了一回 基本上快门速度没有低于一秒的照片都出奇的稳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这些照片都是用富士RX-S10最新的Classic negative胶片模拟器拍出来的效果 相机内直出JPEG照片 没有经过任何的后期调整 我估计大家考虑购买这台相机 有一部分理由就是因为它吧 颜色确实很耐看 尤其是拍摄城市街头的照片 加上纽约这几天也都是阴天 拍出来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富士XS10这台相机和XT3或者是富士其他机型最大的不同就是按键极其的简约 没有方向键背后呢只有这么一个摇杆 拨盘也比富士XT3呢要少很多 一开始啊我还挺不适应的 但是拍了一会儿呢似乎就忘了这个事了 机身上自带的这个ISO和Q键加上右边的这一个拨盘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日常拍摄的全部需求了 可以说是把常用的功能呢都拿出来了 使用频率比较低的呢都放到了菜单里 所以如果您是富士老用户的话呀 刚拿到这台相机呢会稍有不适 找不到想要设置的那些参数 但是呢用一段时间立刻就把这件事全忘了 说是这台相机最大的卖点吧 机身防抖 目前富士XS10应该是市面上价格最低的 机身防抖相机了 这个功能对咱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 它呀主要是来辅助我们解决拍虚的问题的 我之前还做过一期内容特别的聊这个事 特别是环境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比如阴天傍晚拍夜景 还有呢室内灯光不太亮的时候 在这些环境中拍虚的几率啊会相对来说比较的高 有了机身防抖的加持呢 我们可以手持相机使用更低的快门速度 通常拍摄低于五十分之一秒的时候啊 照片就会开始虚了 这张照片呢是为了测试防抖好不好使 可以看到画面中央的木纹呢非常的清晰 这是由富士 XS10搭配最新一代1024镜头拍摄的 由于镜头也有防抖 再加上机身防抖呢效果翻倍 十分之一秒这么慢速的快门呢 是我以前不敢用的 有了今天的科技呢摄影变得越来越轻松 傍晚的这几张照片呢快门速度也都在二十分之一到六十分之一秒之间 基本上也都是清晰的 神奇的很 咱们来做个小实验吧 您啊试一试把相机的快门速度设置到六十分之一以下 然后呢您看看手持拍摄最低能到多少 把您的机型加铁手记录打在弹幕或者是留言里 我的呢是富士XS10十分之一秒 富士XT3五十分之一秒 咱们呀看看谁是真正的铁王 富士XS10呢使用的是W126S电池 除了XT4呢目前富士其他型号的相机 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电池 续航基本上呢也就都差不多 我基本上呀一天两三块电池 同时拍摄照片和视频 所以电池续航的解决方案呢 还是我之前介绍过的老配方 Anker PowerCore Speed 21PD移动电源 我呢亲自给您测试了一下 富士XS10啊可以使用 开机状态下呢打开移动电源 电池标志上会出现插头标志 表示正在充电 关机模式下呢指示灯亮起了绿灯 表示正在充电移动电源 详细情况呢大家请去看我之前发过的这个视频 我呀又去帮大家找了一下官网的信息 比较新的型号呢都是支持开机充电的 大家对应一下这个表格找一下自己的相机型号 我认为如果把它当作您的第一台相机 开始学习和玩摄影 那这台相机可以说呀非常的够用 胶片模拟和机身防抖 可以让您在学习初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拍摄的需求 那为什么说它适合新手呢 因为富士其他的相机机身上面有很多的拨盘 这些拨盘除了好看之外呢 主要是方便手动设置 但是对于刚接触摄影的小伙伴来说 可能都还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这些参数 也正是因为富士这样的独特设计 当说到这优先那优先的模式 您使用这些型号呢可能就会比较懵 富士XS10就不会给您这个感觉 它的参数模式呢和传统相机的设计 是完全一样的 光圈优先和快门优先 甚至是自动模式都在顶部的这个拨盘上 平时用的时候呢切换起来也很方便 如果您已经拥有了其他相机 把它当做是背级来用 也是很合适的 我建议呢搭配一个小一点的镜头 比如新出的27 2.8饼干头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说这一套会是非常强悍的口袋机 如果您打算用它来拍摄旅行的照片 那就更合适了 这台相机啊十分的小巧 握在手里边的感觉呢非常的舒适 相对付是其他的型号来说 虽然大家都说它的外形设计呢特别的不复适 但是拿在手里的感觉呢特别的好 我手持这台相机拍摄了有大半天 都没有用背带就这么拿在手里边 完全没有那种担心它会掉的感觉 但是我在使用XT3的时候呢 确实会有这种顾虑 因为XT3的手柄太平了拿不住 富士XS10的手柄设计呢 大大的缓解了这种手部的疲劳感 哪一天呢也不会觉得手腕子疼 关于快门按钮的位置呢 我看有人说觉得不舒服 我呀倒是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是因为我这手指头太短了吧 特别值得表扬的是 它旁边这个视频的按钮 在旅行当中如果您突然看见什么画面 想马上把它录下来 按下这个快捷键就可以马上录视频了 特别的方便 而且视频呢也是可以用胶片模拟效果的 颜色是不是特别好看 这个也是新胶片Classic Negative的效果 综合以上的特点呢 我认为富士XS10是一台非常适合旅行的相机 如果您有录制Vlog的计划 那么这台相机呢也能提升您的视频质量 除了上边说的视频的快捷键和使用胶片模拟 直出视频的效果很有用之外呢 机身防抖也是很大的一个购买理由 您看我这都是手持相机拍摄的效果 现在测试一下如果您是在拍Vlog的话 这样走着拍它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富士XS10这台相机啊本身就很小 和我的富士XT3相比呢要小了一圈 重量轻了举着胳膊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 所以配一个小点的镜头啊也十分的关键 这台相机的人脸识别效果呢出奇的好 无论怎么动它都能找到您的眼睛 现在呢我正在测试这台富士XS10的人脸识别功能 尽管我现在戴着口罩呢也也被识别到了 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被找到 但是后来一直现在呢都可以找到我的眼睛 我觉得这个还挺厉害的 所以尽管眼睛再小也可以被相机找得到 这个呢就不用担心了 反转屏幕也非常的适合自拍Vlog 它呢还有外置的麦克风和监视器接口 给拍摄视频提供了更大的拓展空间 这台相机呢拍视频真的很好用 拿着手里的XT3不换XS10的理由呢 有四个首先富士XS10呢它是单内存卡槽的设计 这在数据安全上呢存在一定的隐患 当然啊这也不经常发生 在三年内我大概遇到过两次内存卡爆错的情况 如果我的XT3不是有两张卡并且设置为备份模式 当时的数据呢肯定就都丢了 但是啊如果您是用XS10拍视频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视频呢是无法使用备份模式的 即使有两张卡也只能保存到一张里边 而且啊您还可以配一个小监视器作为外露 这样呢就有双份数据绝对安全了 第二个理由呢是没有防水防尘的设计 当然呢我也看过有人实验过 把富士XS10放在室外的雪地里冻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呢仍然可以成功的开机使用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啊谁知道呢 XT3我都不敢这么玩 可能是我太保守了 第三个不换的理由旋转屏幕 对于我目前拍摄的题材来说呢 这是一个硬伤 富士XS10的旋转屏幕自拍非常的方便 我在拍视频的时候啊呀 十分羡慕这个功能 但是使用数据线时 屏幕呢就会被挡住无法旋转 比如您正在使用充电器开机充电 或者呢外接了小监视器的时候 还有就是竖拍使用L快装板的时候 屏幕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平时呢我使用XT3拍摄的时候呢 屏幕大多数时间是这样的 而XS10就做不到这个角度 所以如果您和我一样经常使用三角架拍摄 那XS10这个屏幕可能就有点碍事了 第四个不换的理由呢是快门线 由于XS10快门按钮和富士其他型号的设计不一样 它和XH1呢是一样的 无法使用机械快门线 当然呢在拍照的时候 您也可以使用相机内的2秒定时自拍快门 完全可以代替快门线的问题 但是呢在拍摄延时视频的时候啊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机身上没有任何快门线的插口 也就说明无法使用电子快门线 那这就意味着没法拍摄全手动延时视频了 只能用相机内自带的间隔定时功能自动拍摄 不过富士XS10有个功能 我啊第一次见 叫做间隔定时拍摄平滑曝光 应该呢是用来去闪的 可能因为一些设置和拍摄时间的不同造成了微小的差别 总体来说呢富士XS10的画质和XT3相比啊 稍微逊色了这么一点点 但是呢差距也没有达到天壤之别的地步 在白平衡的判断上呢 稍微有那么一丁点不准 同样是自动白平衡 XT3拍出来呢就比较的透脸 细节还原也比较的好 您看建筑上的窗户 XS10呢拍出来就有那么一点模糊感了 但是其实呢也真不明显 毕竟平时啊也不是都像我这样放大去看这么仔细 整体来说呢富士XS10在照片的画质上呢 表现的还不错 要是等到打折优惠的时候再入手吧 可以说是超高性价比了 用了几天呢我发现富士XS10这台相机啊 主打的其实是视频拍摄 无论在按键设计上的改动 还是机身防抖以及旋转屏幕都足足说明了 它的设计者呢更希望我们用它来拍视频 对于照片拍摄呢它更偏向于手持 所以呢适合日常和旅行的摄影 对于像我这种以三脚架为主的拍摄题材呢 它会存在一些使用上的硬伤 如果您只是因为胶片模拟一个理由去选择这台相机啊 其实大可不必无论富士哪个信号的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可以在Capture One中直接套用最新的胶片效果 所以您在选机器的时候还是多看看相机其他的功能是否适合自己 再看看短期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功能呢是否都够用了 相信聪明的您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次拍摄的样片呢我都上团到我的博客上了 感兴趣的话欢迎您过来看看图文的版本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想做一个劝您别买的博主 不知道我这回啊 趁值不趁值有没有帮您省到钱 咱们呢理性消费 享受玩摄影的过程 欢迎关注和留言给我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